我们现在受菩萨戒的 在家出家的 出发心菩萨很多 他会不会退转呢 会退 为什么 他的心不坚定 所以他会退转 而且很容易退转 什么原因 第一个 本人生烦恼习气太重 第二个呢 外面的云 外云不善 诱惑的力量太强大了 你要是低不住 你马上就退转 能够 抵住外面的诱惑 这不是一个容易死心 古大德常说 最大的诱惑是什么 高明厚利 你懂不懂心 现在 不比高明厚利了 小小一点甜头 就变心了 那怎么行呢 李老师早年 讲经的时候 跟我们说个比喻 菩萨 救我的人啊 他所居住的地方 四舍离之内 有法师讲经 法师 讲经的人 就是法师 不论是在家出家 在家居士 也惩罚死 他代佛说法 受了菩萨戒的人 不去听经就犯戒了 菩萨为什么去听经呢 做影响重 听经的人很多 大家就有信心了 大概这个人讲得不错 你看看 这些人都在听 所以给大家做影响重 佛发生的兴旺 四舍离 以前是走路啊 四舍离要走四个小时 四五个小时 停一堂进 再回家 现在交通方便 以前没有啊 那么你听经 要是要是有个人来 来给你报信 你家房子是火了 火烧起来了 这个时候 你还是继续听经 还是赶快回去就火 赶快回去了 这心不见乌 你这个菩萨性不是真的 那真的是佛法是大事 房子烧掉不错呀 老师跟我举这个比喻 菩萨一心在道 一心在振发救助 一心在帮助众生 辱辱不斗 小小境界来的时候 你心就乱了 慌了 赶快退席 回去 回家去了 那就错了 那在我们现前这个社会 财色名是谁 所谓七情无欲的诱惑 能不动心吗 能守得住吗 一动心 守不住 马上就堕落了 所以 天台中 别叫 对于行为菩萨 比喻的好啊 像什么 空中之虚 漂浮不定啊 空中之虚是什么 棉花了 棉花很轻啊 风一吹 它就飘动了 对于行为菩萨 laptop 空中之虚 漫